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在元宇宙领域非常非常之好的老师 他是元宇宙和未来市场制度Mina Z的创始人 也是全球行动指导委员会元宇宙专业的委员会执行主席 然后又是中国国际科技促进会的元宇宙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首席研究员也是法国强副高等文化学院学术研究中心企业创新的战略顾问 然后也是德道运营宙12奖MT6奖主理人 以及Newsweek China前执行底编 MIT Technology Review China前首席顾问还有CoinDesk China 联合出版人热烈的掌声欢迎陈老师 然后也在有请陈老师再做个座位 谢谢 好 谢谢主持人 非常高兴能够参与今天主持人的这个节目 然后也非常高兴能够跟大家来分享 关于Web3和Metris的一些观点 刚才主持人对我已经介绍太详细了 谢谢 我就不做介绍了 我就是Metris的创始人 同志 谢谢大家 很高兴地跟大家分享 太好了 我们现在呢 目前已经来到了 哇 对 超过2400元 已经快要破到2500元 然后我们接下来呢就还想要听老师聊一聊说您是 元宇宙这一方面的非常非常手续的专家 那不少可不可以从您个人的观点来讲一下说 元宇宙究竟到底是什么呢 谢谢 谢谢 我觉得元宇宙有个大家有个不同的标准 有不同的关于元宇宙是有什么样构成的 以及它的基本的定义是什么 有很多的这样的定义 尤其最早的像我们称之为第一个元宇宙概念公司 叫Robert 这样的一个元宇宙公司 它定义的元宇宙有八个标准 但是我认为元宇宙最重要的标准 三个标准 它就是身份 identity 价值 value 和体验 那么这样三个标准 为什么构成元宇宙的本质呢 我认为第一 为什么身份是最重要的 大家知道说 人的身份在人的历史上那么多年 其实有过很多的变化 在最早的时候 人的身份是一种给定的权利 大家记得说有贵族 对吧 有这个蓝血 贵族实际上因为它的血缘关系 而获得了跟别人不同的地位 这是过去的历史所决定的 所以人的最初的这种身份 是一种给定的东西 也有很多人因为他的出身 因为他的地域 甚至种族和肤色 而给予了不同的这种歧视性的地位 这个是人的历史上出现过的 非常丑陋的现象 但是到了民主国家之后 我发现人的身份 又变成了一种权政 什么叫权政的 就是权力的证明 我们和国家之间是有契约的 国家给予我们保障 给予我们各种受教育 医疗的权力 但是同时也要求我们承担一定的义务 要求我们效忠于某个国家 这是一种权力的证明 但是未来 大家有没有想过 身份是什么 我认为人的身份会变成一种资产 也就是说 人的和他的国家公民的身份 相关的身份仍然会被锁定 会被比较受限制之外 其他的很多身份 都会像资产一样可以交易 比如说 我是某一个品牌的VIP的客户 这就是一种身份 比如说 我是一个 ARB项目的OG 这就是一种身份 又比如说 我是一个投资人 这也是一种身份 那很多身份是可以用来交换 甚至是交易的 所以身份会变成资产 而且每一个人 可以获得不同的数字 我们以前在互联网上 我们只能够做的一个账户 而这些账户 包括他的所有的数据 是完全控制在一个中心化的 服务器 或者是一个中心化的 公司的手里 但是到了 Web3.0的时代 我们的每一个人 都可以建立很多个 去中心化的 我们的DID 所谓DID 也就是去中心化的数字身份 而这种数字身份 我们可以拥有很多个 我们可以用来交换交易 我们也可以用 Vitalik所说的 这个SBT的方式 灵魂绑定的方式 使得我们某些身份 不能够被转移 永远属于我们自己 而建立我们的 以生命为周期的 一个终身的性命 这是一种 DID 或者说是去中心化数字身份 给我们代表的特点 所以身份 是源于中的最重要的特点 如果我们不能够建立一个DID 或者是一个去中心化身份的话 那么 我们在数字世界里面 我们仍然是孤魂野鬼 我们仍然是无业有命 我们并不能够真正的居住在那个地方 并且享有那个地方的自由和生活的权利 所以身份是元宇宙的第一个要因 第二个 除了去中心化的数字身份之外 我们还要建立一个穿透应用层的价值系统 换句话说 我们在数字世界 不同的数字世界之间 我们在不同的NIP项目之间 我们在不同的产生存的之间 我们在线上和线下 也就是数字资产和非数字资产 包括传统资产的交换之间 我们需要有一个非常强的交换 这种能力是谁赋予的 这种能力就是由区块链技术 所建构的记账技术所支持的 包括尤其是跨链技术所支持 那么只有这样的价值系统被建立起来 我们会生活在一个开放的 价值数据的一个系统里面 这些数据也不再为过去的中心化的 那些控制的系统 包括服务器所控制 我们可以自由的去出售我们的数据 我们也可以用我们的数据去变成资产 而产生它的入息收入 这个是会带来非常大的不同 所以对于元宇宙来讲 很多人认为元宇宙非常类似于游戏 它的体验感上我承认是的 但是它在本质上完全不同 因为过去的游戏只是中心化的 游戏开发上所开发的 所有的故事情节 所有的世界观都是被拟定的 你只不过在里面扮演一个角色 而想着这种娱乐的乐趣而已 但是在元宇宙里面 我们是去创造一个新的世界 我们可以创造我们自己的资产 属于我们自己 并且用这些资产来换取 我们所需要的其他的生活资料 或者是心理满足 这个是元宇宙的最大的不同 所以第一个是身份 第二个是价值 那么还有第三个 当然我们期望元宇宙带来 非常不同的体验 我们不管是VR虚拟现实 AR增强现实 还是MR混合现实技术 这些技术都能够帮助我们 去建立一个更加拟真的世界 拟真并不是说 去仿照我们现在的真实 不是简单的去副客我们现在真实 而是建立一个似乎是真实 但可能从来没有存在过的世界 这样的世界对于人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 也是从来的技术上没有实现过的 但是它增加了人类的想象力 大家一定要知道说 想象力是我们的供给 在生产的供给 也是我们在生产关系当中的一个需求 当我们的需求增加 当我们的供给增加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在供求关系上得到一个新的态度 上升一个新的态度 昨天我记得在给上海万象区块链州 国际州做录影的时候 还提到一个问题 就是大家明白原理中为什么会一定要提错 以及它为什么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是在于人类到现在为止 仍然坚持我们的进步主义 换句话说 人类不会停止它的增长 而增长会有一个极限 如果我们仅仅依赖于这些不可再生的资源 也就是自然 向自然索取的 向Nature去索取的这些资源的话 那么我们永远就会被受限在 这个资源的约束当中 何况人类对于自然的索取和利用 已经可以说是过头了 已经可以说是达到了极限 所以不管是在能源 还是在其他自然资源的消耗上 人类都应该更加的小心 更加谨慎 甚至要开始减少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人类仍然要去追求增长 仍然要去追求发展 我们仍然要去追求更多的繁衍 甚至整个全人类 整个世界的人口 才会进一步的增长 那这种情况下 我们的经济从什么地方发生增长 我们的供给怎么才能够增长 我们的需求如何才会更进 我认为这些事情 大多数百分之七八十 都会发生在数字世界里 所以只有在数字世界里 建立起我们的生产系统 建立起我们的经济 建立起我们的增长 我们才能够更好地度过下一个五十年 下一个一百年 而看到人类不长远的未来 还有可能进行新距离行 还有可能迈向星空大海 这就是元宇宙最重要的三个要素 去中心化的数字身份 第一 第二 穿越应用层的价值系统 第三 可以支持以上两个系统的 移动的沉浸式的体验的技术 谢谢主持人 哇 太精彩了 陈老师 我觉得仿佛今天像是就是 到大学课堂听教授我们在讲课 不愧是陈老师的 非常非常知名的冠家 然后接着 不少您方不方便来透露一下说 有哪一些项目或是赛道 是您个人比较看好的呢 谢谢 谢谢 我有三个方向 我是比较看好的 因为具体项目很多 所以我就不举项目 但是我觉得在赛道和方向上面 首先我就按照我刚才讲的 元宇宙的最重要的三个支柱而言 那肯定不管是在身份 还是在价值 还是在体验部分 都会有非常好的应用 都会有非常好的软硬件 但是呢 第三个部分 今天的部分 是我 不是我不看好 而是我觉得 即使现在的阶段 即使我积累 是比较困难的 因为硬件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VR虚拟现实 AR增强现实 和MR火格现实 这样的技术 不是一夜之间可以造就的 也不是一个强的团队 今天组合了 明天或者下个礼拜 就能够产生出一款 非常好的应用来 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这些公司 往往是在这个行业里面 这个技术上面 去沉浸了十年 甚至二十年之久 去建立起来技术优势 所以今天 当我们再去进入 这个市场的时候 可能已经不是最好的时机 那今天如果我们 进入这个市场 最好的方向是什么呢 我会觉得 就是在身份和价值的部分 那具体来讲 首先是身份 一个任何一个新的市场 任何一个新的世界 要建立身份 其实是非常困难 也就是说 因为人建立了一次身份之后 他人类一个 从政制的角度 对于身份的接受度 是有限的 我们想想一个人 能够接触自己 得到多少的身份 我们说在元宇宙里面 因为我们是 去中心化的数字身份 所以我们可以多建立几个 但是也不能无限的建立 甚至也不可能是一百个 我们可能建立了 五个六个十几个 我们的去管理 这些身份的能力 已经耗劫了 因为我们注意资源 我们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 那这种情况下面 显然谁先进入这个市场 谁先进入去一个 很重要的 去中心化的数字身份的系统 谁能够让更多的人 用起这个身份 那么谁就占据了优势 比如说像这个 基于以太坊的ENS 这样的一个账户系统 比如说像这个 我们很多人在尝试着 在元宇宙里面 建立的各种身份 像Debank等等 这些利用了 我们的DeFi的设计去建立的 DID的这个中心账户 去中心化账户 实际上都是一些身份的尝试 又比如说像 吴耀元侯 DAYC 对吧 像这个加密朋克 Quibbit Punk 这样的一些PFP 也就是10K投向的 这个NLP的项目 实际上也在试图 从我们的体验角度 从我们的认知角度 去建立一个身份的 这样的一个认知 这些项目 都是我非常看好 当然不是说 你在一个好的赛道 和好的方向上面 你总一定能 因为我们看到 也有很多失败的投向项目 也会有很多失败的 DID项目 这是很自然 但是现在恰恰是去建立 去中心化的数字身份 也就是DID项目的 最好的时候 战争还没有结束 竞争还没有结束 这个时候 我们去加入这个市场 是最有利的时期 那第二个 我比较看重的是 关于在价值系统的部分 尤其是在中间间的部分 因为实际上 之前的供链 大部分支持的是 金融性的应用 包括像货币式的应用 像比特币 包括像DeFi这样的应用 很多的链都支持这样的应用 但是随着现在 我们更多的人类的生活 人类的工作 要搬到Centiverse里面 并且需要区块链 去支持他们的自己 这种情况下 对于链的考验 就非常严重了 那好像前一阵子 非常火的这个跑步应用 大家都知道StepN 它用第一个链 是发在这个Solana链上 这样一个应用 不过是开始的时候 有几十万到百万 量子的用户 这样的并发 就已经使得 Solana链 它原来的 这个比较高效率的 这种进行方式 和实现方式 产生了一些摩擦 而这些摩擦 实际上也帮助了 这个供链 能够继续增长和发展 所以要如果我们要应对 像现在一种互联网 动辄上千万人 甚至上亿人的 巨大应用的时候 我们的供链 能不能够支持 这是一个巨大的考虑 那这种情况下面 其实中间间层非常重要 中间间层 把我们所谓 Web2的这个流量 和我们Web3的底层的 区块链的供链 技术结合起来 成为中间 非常重要的一个 转换接口 这也使得 我们能够在 去中心化的情况下面 仍然能够保持 非常高效率的体验 这个是大家都在 尝试的部分 这也是我非常看好 那么第三个 其实不是基于一个 一个定位上的赛道 而是基于一个 形式上的赛道 什么意思呢 就是现在会有 大量的Web2.0的 也就是我们原来 移动互联网的 这些人才 资深的人才 工程师 产品经理 转向Web3.0 这是我非常看好的 虽然大部分的人 他们现在头脑里面 可能对于元宇宙 对Metalus 对于NFT 对于Web3.0 还没有非常清晰的认知 他们刚开始学习 他们刚开始提供 但是因为他们有 非常丰富的 互联网的经验 而这些经验 对我们做C端的应用 也就是 最终消费者的应用 是非常有用的 这些经验 会大大帮助到现在 还比较简陋 还比较粗糙的 我们Web3.0的应用 而且他们中间 我相信一定会产生 非常了不起的 杀手机的应用 而我们基本上 在2023年 就能够看到 这样的杀手机应用的涌现 而他们中间的 有一部分 我相信会走到最后 并且成为 像今天的Facebook 今天的Meta 今天的微信 这样的了不起的应用 谢谢 谢谢陈旭老师 哇 真的是 我很希望说 我们今天 可以有 至少两个小时时间 然后听老师分享 但我们也晓得 老师本身非常非常忙碌 然后等一下还要开会 所以我们今天就只好 比较可惜的 就是讲的稍微少一点 那我们现在 再进入到下一个话题 就是我们也晓得说 有很多的Web2 不管是工程师 或者是大公司 大品牌 以及名人 大IP 来入场 这种类型的 或是元宇宙的项目 不晓得您个人 是怎么样看待 这个情况呢 这是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 你会发现 我刚才就提到了 有大量的Web2.0的人才 会进到Web3.0 然后去做Metaverse 或者是做一些 Web3.0的应用 同时也会利用到 他们原来非常激烈 非常好的经验 这是我非常非常 看好的一个方向 但是 非常大的但是 但 大公司 Web2.0的大公司 自己去做这件事情 我是非常到的 非常怀疑的 比如说像Meta 也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Facebook 大公司 他把名字改成了 这个Facebook改名为Meta之后 其实也受到了一些 我觉得根本的原因是在于 Web2.0的大公司 他的资产的形成的规律 他的业务模 商业模式 看上去 他在面对同样的一批消费者 同样的一批用户 他有上亿的 甚至上几亿十亿的用户 他可以非常轻松的 去转移到Web3.0 但是我告诉大家 这错了 为什么错了呢 因为在Web3.0里面 用户的价值观是不一样的 用户的资产的形成是不一样的 用户的价值 和企业的价值 公司价值之间的分配 是不一样的 这种情况下面 千万不要觉得 用过去的商业模式 过去的业务能力 和过去对流量的掌控力 转换力 就能够很好的做出一个 Web3.0的一个应用 或者说非常容易的 从一个Web2.0的 了不起的公司 变成一个Web3.0 或者是MetaRisk的 了不起的公司 我认为是一定不可能的 所以大家必须要 如果你是大公司的高管 如果你在主导 你的Web2.0的公司 转向Web3.0的话 我希望你把自己 放到一个个人 放到一个普通的产品经理 普通的工程师 去思考问题的角度 去想一想 如何去 Building一个 非常创新的 但是从零起步的 Web3.0的应用 而不是简单的 把我们Web2.0的流量 转换过去 因为要告诉大家 流量看上去是一样的 但是流量背后的用户 是不一样的 流量背后用户 所秉承的价值观 是不一样的 这一代人和上一代人 是不一样的 而我们现在要迎接的是 Z世代 是新一代的用户 进入到这个世界 而他们对于中心化 和去中心化的态度 他们对于过去的 互联网的不满 他们对于未来世界的 想象力才是奠定 未来的Web3.0 或者是更遥远的 整个的全球互联网基础的 新的真正重要的动力 这种动力 如果你忽视它 如果你轻视它 如果你只认为 自己原有的资产是重要的 原有的能力 是可以转换的 那么你必然会遭遇 你必然会犯交兵的毛病 交兵必犯 所以我觉得作为大公司来讲 从Web3.0转向Web3.0 需要非常的小心 非常的谨慎 同时要非常的谦逊